近日 四川成都鐵路公安民警 接到報警稱 一名男性旅客隨身攜帶 管制刀具準備乘車 我們來看 你是幹什麼的 沒發的 沒發的 這個刀是你的嗎 對 你拿這個刀是幹嘛用的 之前Cost的刀具 Cost的刀具 刀 因為涉嫌非法攜帶管制器具 然後我們現在傳話你到 南門車站開始所接受調查 接警後 民警當面打開行李開展檢查 打開放置刀具的龍蚊盒 民警驚訝地發現 盒子裡面存有一把長度近一米 做工精美並且開刃的刀具 警察 該男子是一名造型師 因為平常有角色扮演的喜好 朋友贈送其一把日式長刀 用於造型 因為這次準備從南充乘坐火車 去成都某工作 所以攜帶長刀一起乘坐火車 不料在進入南充戰時 被鐵路警方查獲 經過民警現場測量 該男子所攜帶的刀具 長97厘米刀具已開刃 符合管制刀具認定標準 屬於單刃刀 隨即我口頭傳換該男子 到南充車站派出所接受調查 最終鐵路公安機關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 給予其行政拘留的處罰 並收繳其非法